前九爷到 修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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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谢各位长辈兄弟同门 我前九离乡三十余年 从不敢忘家乡父老 更不敢忘自己海袍哥 今日回乡接受政府委托 出任川北六县刑署署长 还望各位长辈兄弟同门 多多关照 今天我以茶代酒敬大家 请 修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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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 妈 这两天辛苦你了 是不是 鉴 I just got some 君娃子 都捆了几天了 松松吧 不行不行 再捆两天吧 妈 我想吃 你亲手做的抄手 真的 老大 你真的想吃 那我马上去弄啊 刘老板 王老板 九爷 九爷 多年不见了 这一晃啊就是二十多年 甚是想念 甚是想念哪 是啊 请坐 请坐 这位是 西贝郎团总 小老大 九阳 九阳 这是我朋友 大知识分子 专门搞化学研究的 是个人才 您好 罗也夫 罗先生 也是袍哥兄弟 袍哥有什么好当的 刚从南京来的 不懂事 请坐 请坐 九爷 在重前里还有一个任务 把我找个人 这个人的名字就叫做 罗也夫 罗也夫 张处长 监狱出事了 赶快带人来 好 我马上就到 为了 辯若 罗也夫 杀 啊 快走 开枪 好 那些旁客真有意义 你还说 小心 罗少爷 长官有请 这才回来几天啊 不去 长官想请你看样东西 和你父亲的研究有关 上车吧 没事的 回去跟大哥说一声 我要跟你一起去 你回家待着吧 待着 待着 一会儿你去趟西北北山 告诉他们 我已经发现了罗爷夫的下落 是 你不是天不怕地不怕吗 走啊 快 好 快点 来那边去 好 担架担架 快走 快走 快点 你们两个去那边帮忙 好 好 过来这边 快走 快走 你们四个人扶一下 好 快 快担架 走 请吧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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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上午 经过上风批准 我们在这里进行了一次活体实验 实验的对象 是这些被判了死刑的杀人犯 什么死刑 就是你配置出来的那些化学药剂 在注射了药剂之后 这些杀人犯突然有了强烈的反应 杀了我吧 他们出现变得狂躁和神经质 看守完本来想给他们上刑剧 可是事态突然失控 我见过的犯人太多了 心态突然失控 性形色色 可是那一刻我的手都在颤抖 他们就像是野兽 像魔鬼 上 保持平衡 快 上 小半哥 上 这这这这这炼炼有啥子用吗 要是换成真枪才有意思啊 我告诉你啊 要不要用力 不要小看这些大头缩镖 肉搏的时候 他比那些三八大概啊 汗阳灶啊 那要实用得多 我才不信哪 老八哥 你就露一手 让大家也见识见识 是啊 露一手 是啊 露一手 露一手啊 是啊 露一手 来一手 露一手 露露露露 老八 露一手 露一手 露一手就露一手 露一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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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八 来 老八 跟我来一下 老婆 女性人 帅孩子 好 criticism 老花 不是 帅都跟直律 好 就是他 走 什么事啊 刚收到电报 湖北方面的日本人 正在兵分三路 向川北运送劳工和战俘 我们的部队和湖北的守军 已经成功阻截了两支 还有一支车队 从湖南绕行 也已经进入了四川 上级命令我们 务必要阻截他们 营救战俘 千万不能让他们 抵达北山机场 大哥 傅儿子 你哥回部队去了 他没事了 还是没有什么力气 不过已经好多了 还吃了两碗饭呢 他接着回部队 汇报日本人 在北山机场的情况 你怎么回来了 他们没有对你怎么样吧 我没事 我大哥没事就好 傅儿子 你怎么不问问 小老大到哪里去了 他没在啊 你一走啊 他非要去找你 你 告诉顾妈妈 你觉得 小老大怎么样啊 挺好的 就是有时候 疯疯癫癫癫的 说话不过脑子 他就是那个直脾气 心里藏不住事 有什么就说什么 不过 像他这样女孩子 也挺不错的啊 挺不错的 妈 爷夫回来了 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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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了 看样子 我终于挺过来了 你是怎么熬过来的 我太知道那个东西的成分了 这东西对大脑 对神经 都有很大的损伤 一般人根本就挺不住的 吧 也夫 在这个世界上 除了死亡 什么都能抗拒 剩下的 就看你有没有这个决心 和毅力了 大哥 我今天看到非常cak烈的一幕 我甚至觉得 她 他们在期待死亡 对了 爷夫 你的数据是不是被人偷走了 是的 张ц全偷偷拿走做实验去了 那个东西太可怕了 大哥 我是 为了救你才答应张全的 你看过我的那个样子 我最了解那种滋味 叶父 不是每个人 都和你哥一样的 是 是张全那个女人带我去的 我现在能看出来 她特别想得到 又害怕失去控制 你是怎么说的 我能怎么说呀 我就跟着拖时间呗 我 估计他们也知道 我研究这个东西 又不是一天两天 就能够研究出来的 不行 一夫不能留在重庆了 得换个安全的地方 到我们西北站吧 有我在 肯定能保你安全 顾妈妈 谢谢你的好意 但是西北镇 我 我打死都不会回去了 也是啊 太多不见地头见的 也不好啊 叶父 你打住 其实你有没有想过去 你打住 别跟我提延安 别跟我提沈安如 别跟我提什么党派 都是骗子 那是你不了解她 更不了解共产党 我还不了解共产党 沈安如是共产党 老八是共产党 他们合起伙来骗我 你说的所有人 都是你的救命恩人 我只知道他们救我 是为了我父亲的研究成果 你真混蛋 那你这么向着他们说话 你是共产党吗 你是为了沈安如 是为了沈安如 你打我 怎么爸都没打过我 怎么回事 鞠马子 你跟安如又是怎么回事 来 鞠马子 跟我来 舅爷 我们看清楚了 罗也夫也住在西北狼民团 租的房子里 好 明天把罗也夫给我绑回来 小弟 千万要保密 不能让兄弟和我知晓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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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八哥 咱们西北镇那么多日本人 为什么要山长水远的 跑到湖北去扶起他们呀 咱们西北狼数次重创日军 他们肯定在西北境内 加强了防范 我不想因为咱们的行动 引发北山日军的报复 怕什么 来就跟他们干 咱们好不容易取得 顾思林一点信任 这种信任 比消灭几十几百个敌人都重要 好 好 叫兄弟们加快速度 务必在天黑之前 赶到余顶地点 加快速度 你说吧 你是我妈 我不会骗你的 你想想 我跟沈安如 几乎一起长大 我是一直喜欢安如 但现在想起来那份感情 就好像是兄长 父亲一样 你 你才多的 怎么可能像他父亲 我这是比喻吗 什么比喻啊 老娘不懂 这个沈安如 老娘真是看走眼了 你对他那么好 他为什么不嫁给你 妈 你这话千万不要再说了 安如现在是我弟弟的媳妇 密王子跟我说起 她和傅娃子的事 我还向着她 我心里想傅娃子 她是个公子哥 又这么任性 不会是个好丈夫 所以她不选傅娃子 还算是她聪明 再说了 女人就该追求自己的幸福 结果她选了世民 我还觉得是世民优秀 可是她连你都不选 就证明她没有良心 这个女人把老娘两个 不 三个儿子 搞得是神魂颠倒 她真的是个狐狸精 妈 我觉得你误会她了 误会 老娘是人不老眼不花 我看得清清楚楚 你不用护着她 妈 你要这样 我以后怎么跟你说心里话呀 你什么意思 你为了她来骗我 我说得没错吧 她就是个狐狸精 好了 妈 我不许你这么说她 你居然为了她猴我 你回来了 怎么样啊 没事吧 失大了 又出什么事了 不关你的事 妈 妈 我饿了 收拾东西 明天一早跟我回去 咋了 妈 个个都不让我省心 你 明天跟我走 去哪里啊 给我当兵去 我不去 我不去 有不到你 来 谢谢 谢谢你救了我们 走吧 一路小心 起立 来 兄弟们 走 死了多少兄弟 死了二十几个 太会就厚葬 走 走 往这边来 笨 中国人劳动者和捕虜 都被救了中国人 救出了 这些御僧帝们 都被杀了 全都被杀了 都被杀了 不得了 我还没有想到其他方法 不得了 报告 入口 入口 太郡 我是九爷的人 他让我向你汇报 在重庆 发现了罗野夫 罗野夫 罗野夫 请转告秦先生 务必把这个罗野夫抓到手 是的 是 坎子 这将会寄到官方厚 HR 公司 那些压力还能够留下来吗 妈 昨天是我不对 你再留下来多住几天吧 也该回去了 家里一大贪子事情 也好 那过段时间 我们部队要向前线开拔 也没办法照顾你 妈 有什么事 就让人捎个信过来 子弹部长也 上了前线 要照顾好自己 你 过来 干吗呀你 给我写信 知道吗 你又不识字 给你写信有什么用啊 我可以让我哥教我 那等你学会了再说呗 你真的要把叶夫 带去部队啊 是 让他到部队锤炼一下 这对他也好 最主要的是 他现在不能去西北镇 免得会给你和史安如带来麻烦 这孩子没吃过苦 什么也不懂 你要多关照他 妈 你放心吧 这我想到了 刘叔 刘叔 没来几天你也要走了 大少爷 只要你们平平安安的 我就放心了 你就没话跟我说了 有 再见 你 还记得我答应过你什么吗 你答应老子的事多了 来 别别别 要谢谢我大哥去 是他帮你搞刀的这些 谢谢大哥 给我们这么多枪和大炮 你呀 小心一点知道吗 那走吧 你要好好照顾自己啊 放心吧 姑妈妈 保重 走 那我走了 写写写写 走 走吧 去哪里了 你的连队 我什么时候答应过你要当兵了 你想不想给爸爸报仇 我当然想 那就跟我走 上车 走 走 岳父 到了那里 你暂时改个名字 本少爷行不更名 做不改姓 你想让军统局找到你吗 那 我就叫郎少 大哥 我去了之后给我个什么官党啊 中尉 上尉 就凭我的本事 怎么也得是个少校吧 到了你就知道了 但你要记住 千万不能让人知道 你是我的弟弟 打死也不说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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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 那边看看 那边看看 走 走走走走走走 骆将军把你交给我了 一会儿给这儿 你老老实点啊 怎么称呼啊 欠金包 这是什么部队啊 一个出备仓库 仓库 嗯 有多少兄弟 八十 嗯 八百 练上你 我 八个 八个 我郎少堂堂一个上尉 就管八个人 上尉 对啊 我来的时候 我哥跟我说我是上尉啊 伤尉 伤尉 哎 你等等我 什么 都跑了 是是 小的无能 九爷 皇军那里 你怎么交的呀 跑得了和尚 跑不了妙 我马上 我马上 就要去川北公署上任 那西北 将是我的天下 是是是 是是是是是 罗将军 对不起 我是不请自来 有何指教 你是揣着明白装糊涂呢 还是真不知道 张处长 你是来招野夫的 他在哪里 这我还想问你的 既然你不想说 我也不勉强 告辞 在下认为 要想打败日本人 靠的是勇敢 和对党国的忠诚 你说呢 日本人没有良知 我们不能没有 国际 快 快 快点 快快点 能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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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走 快 快 快 还要抓登紧啊 我们还要赶路呢 好嘞 好嘞 妈 你这是咋了 一路上也不说话 是不是有什么心烦的事情啊 心烦的事当然有了 乱七八糟的一大堆 这车什么时候能修好啊 就开始修好了 你说你们这车是什么情况啊 这车刚修完 那车又坏了 大小姐 这有车坐就不坐了 赶快去看看 什么时候能修好 好好好 刘叔啊 来 有个事想跟你说说 你在罗家这么多年 你对这个沈安儒 富娃子 君娃的 他们之间的关系 你知道多少啊 大少爷自小离家 很少回来 他的事啊 我还真不知道多少 至于小少爷 我能看得出来 他是真心喜欢那个沈小姐 我一路跟着他们逃出南京 我看到的也就是这些了 这个沈小姐 尸头罗老爷门下 和小少爷接触 那也是为了保护老爷的研究成果 哎 夫人 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叔叔叔 有话直说 你看 大少爷现在在外面打仗 小少爷又在重庆当兵 他们什么时候回来 这都是没准的事 我看他们哪 都没戏 咱们回去吧 就装作什么都不知道 让二少爷他们两口子 踏踏实实 稳稳当当地过日子 这才是正理 小的 我都小的 不过你这么一说啊 倒是提醒了我 你说啊 这个沈安儒 他大老远地来到西北镇 嫁给我们名娃子 是不是有什么目的啊 不会吧 难道 他是为了我的名团而来 这么说 他和老八是一伙的 夫人 那个老八可是救过咱们的命啊 不会 不会 不管怎么说 都要多长个心眼 西北郎 是为了保护咱们西北镇的 绝不可以让外人 拉坐我的队伍 怎么样啊 修好了没有啊 还要修多久啊 修着呢 快修好了 那就赶快修 修好车 翻过这个山头 过了前面的唐家村 我们就到家了 你们进去以后 千万不要轻举妄动 注意保护好自己 一定要摸清 鸡产的防御攻势 我一定会找机会 把炸药送进去 咱们里应外合统一行动 保重 走 怎么样 每家送五十大洋 三匹白布 一下子死了这么多人 怎么跟我妈交代 不 有战斗就会有牺牲 这个责任我来承担 但是现在最关键的是 北山的日文人 正在四处抓壮丁 已经血血了三个村子了 咱们得想办法 保护好周围的老百姓 当机立断 斩草除根 可是我们现在还不能确定 到底是罗汉生的研究有问题 还是罗也夫的数据搞错了 不管问题出在哪里 就我们现在 在犯人身上的活体实验来看 这种东西太可怕了 有没有想过 这种东西 一旦落入日军手里 会是什么后果 罗也夫和日本人 有杀父之仇 他不会的 为了党国大局 你必须做到万无一事 否则我拿你试问 是 明白 快 快 快 停车 快点 老乡 咋回事啊 有日本人 在哪里 在 在那边 快快 小老大 你们往前边去那边看看好 是 后面的兄弟从那边报仇 是 走 你们跟着我 其他人留在这儿 是 走 放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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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走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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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快点 人队 走 快点 我 驾 快 快 赔给你 快 把枪放下 让他们走 蹲下去 小鬼子祸害人啊 这段时间不晓得抓了多少难听壮汉啊 我们的西北狼盖寺队没有来帮你们吗 来不及报事呢 不知道小鬼子什么时候还会来 好好好 不怕 没事了 先回去休息吧 这怎么搞的 这才走了几天呢 就乱成了雨国粥 这个老爸和明娃子在干傻子吗 日本人都打到家门口了 留几个兄弟在这里帮忙脸赞 还有帮村民重建家园 好 汉主 市民 老爸 回来了 老爸 怎么样 人救出来了吗 晚了一步 日本人已经抓走了十三个人 这样下去我们也太被动了 说得是啊 这几天兄弟们的腿都快跑断了 可是 喜莫她 喜莫她 她没了 这以后的日子 该叫我个怎么哭啊 叫我个怎么哭啊 司令哪 你可要帮忙这些个孤儿寡父啊 你可要帮忙啊 你可要帮忙啊 兄弟们 你们别难过了 你们的亲人 都是为了保护家园 保护父老 保护我们西北镇 他们都是英雄 都是好汉 他们要真是为了西北 死了也值 可是他们到湖北 是去救国军 是 司令哪 平时国军祸害我们 还少吗 再说了 他们的部队都不管他们 我们 只不过是小小的民团 这出傻子疯得我 你们放心 我一定会替你们做主的 谢谢司令 谢谢 别难过 别难过了 司令回来了 司令 这一路上还顺利吗 顺利 要不是你老娘本事大 早就死在日本人的手里了 你们跟日本人交上火了 打死十八个日本人 司令 你应该提前通知我们医生 我们好去接下来 你 不劳副司令费心 日本人都打到我家门口了 难道我还要怕他们吗 哪个村 南头 也就离这里几十里路 日本人都打到南头了 你问我吗 我还想问你们 日本人都骑在我们脖子上 拉屎了 你们是干什么吃的 妈 最近北山的日军疯了一样 四处抓壮丁 老八哥带着兄弟们疲于奔命吗 没错 都奔到湖北去了 我竟想问你们 是谁下令 跑到湖北打仗 司令 是这样的 我们去湖北 是为了营救一批国军的战俘 我们自己的家园都保不住 还去管什么战俘 我们西北狼不是国民党的正规军 妈 你先消消气 老八这么做也是有他的原因的 我们在讨论民团的事 你插什么嘴呀 妈 安儒不也是咱们自家人吗 是我们什么自家人哪 妈 你这是怎么了 她是我媳妇啊 那你就本本分分的去做个媳妇 你怎么还在这儿处置呢 你怎么还在这儿处置呢 赶紧找人把车卸了 那车上可都是好东西啊 对对对对 瓜瓜子 瓜瓜子 别喊她不在 瓜瓜子又去哪里了 我把她派到北山去了 什么 你让她去北山干什么 我得当罗公 你 还有多少兄弟在北山 十二个人 是 弟弟妹 司令 去给我拿三十块大洋 是 爸爸 你是我的救命恩人 这三十块大洋 拿去 走人 妈 我们西贝拉 不是共产党的霸露 顾司令 难道你的命 就只值区区三十块大洋吗 那你还要什么 这个副司令 我可以不当 但是 我想留下来跟你打日本人 好 那我让你留下来 可是 你只能当一个火夫 要是给我看见 你拿着枪 对不起 我可不会客气 谢司令 哎呀 我可以不动 我必须 你赞 是 这一支 于是 你赞 那我 现在 我爱你 我爱我 我愿意 我愿意 你 要怎样体会才最珍贵 要怎样付出才最纯粹 繁星夜的美 月亮的光辉 映照着前红的战场 每颗英雄的身影 惹我相思难舍 一杯烈酒的醉 被风沙摧毁 孤狼对月落寞缠绕 向你的心去问谁 流转时光又重演 风火连绵 惆怅淡然眉梢 我愿大地蓝天 我愿心思转念 我愿心思转念 有你的时间流连 程中文句 走 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